北京欧上海 联合国总部要牵制中国 中国上海市政府公布了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7年到2035年 提出上海的城市性质 确定为长江三角洲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 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和文化大都市 到2050年全面建成卓越的全球城市 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近年来 城市建设成为中国执政党治国理政重点议题 上海市这一规划 是中央与地方进行长远城市规划的一个案例 作为中国经济中心的上海对自身的未来定位不可谓不高 在中国迅速崛起的时代背景下 却也具有很大的现实可行性 事实上 作为中国一个比较特殊的城市 上海可以有更多的想象空间 东南行圣上海城市 上海位于横贯中国自西向东11个省级地区的长江的出海口 四是长江龙头 同时也位于中国自北向南14个沿海省级地区海岸线的中心位置 形似凤鸟展翅 如果放宽视野来看 长江不仅是中国第一长河 同样是亚洲第一长河 而作为这一长河出海口的上海 更是位于世界第一大洲 亚洲与第一大洋太平洋的交接和中心区域 二战后 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 亚太成为全球最具发展活力的地区 人口 经济 政治 军事的体量地种和影响能 历日也增大 上海也在新的时代和形势之中 显现出特有的潜在优势 上海的特殊性在历史上已经有所体现 在19世纪近现代开始时 中国被动卷入全球化后 上海在约半个世纪的自然发展 成为亚洲最大的城市 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中心 同时也因为存在大面积公共租界 是当时中国和国际政治的中心舞台之一 例如 1919年五四运动的中心 从北京转移到上海 1921年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也是选在上海召开 同一年 因朝鲜半岛沦为日本殖民地 上海成立了大韩民国流亡政府 这也是韩国首届政府 在中共执政并选指北京作为中国首都后 上海在中国和国际的地位明显下降 不过在中国改革开放不久后 上海因其特殊的区位优势 再度成为中国经济的中心和龙头 在曾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后 上海在中国政坛的负量亦显著增强 现今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也曾主政上海 而在未来 上海亦有望再度成为中国国际政治的一个中心舞台 联合国总部签中国 2012年中共十八大后 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越来越多的承担国际责任 涉足国际政治 高举全球化的旗帜 被认为不再韬光养晦 而是侧重有所作为 不过在目前的国际架构体系里 中国受到缺乏相应的 外交机制与平台的制约 相比之下 美国在全球的责任与领导角色 正在随着其相对国力下降和内部问题 而迅速衰减 这不仅体现在冷战结束后的单边主义 也体现在特朗普执政后的 以美国优先为名的孤立主义 特朗普新政府与联合国之间的纷争 是观察目前美国外交新政策变化的一个窗口 美国已经退出联合国脚科文组织 特朗普在联合国发表讲话时 猛批联合国现状 提出大力削减提供给联合国的会费 其在驻以色列使馆牵制问题上的决定 也已引发联合国和国际范围内的强烈反弹 在美国国内和其他国家 一直有要求美国退出联合国或联合国总部 搬离美国的呼声 俄罗斯国家杜马副主席 公正俄罗斯党主席列为契夫 在2015年 就曾指责美国挟持了联合国 并提议将联合国总部 从纽约迁往中国或巴西 特朗普当政后 这两种意愿难免都有所增强 而且确实再度出现了类似声音 随着时局的继续变化 未必没有可能出现联合国总部牵纸的情况 分析人士认为 如此的话 中国将成为最有竞争力的迁入国 其优势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其一 中国已经拥有了体量庞大的综合国力 未来发展形势依然乐观 打造一个健全现代的服务保障体系 并不是一件难事 其二 中国局势安全稳定 中国不是一个好战国家 国内治安状况比美国 西欧还要稳定 特别是在近几年 中国社会综合治理得到较大改善 与西方恐袭等暴力事件频发的状态 形成鲜明对比 其三 中国奉行全方位外交思路 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 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极受欢迎 其四 中国是一个意识形态淡化的世俗化国家 友善 包容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特点 在法治框架下的宗教 民族治理 对极端行为现象的有利益制 也是其能够承载联合国政治的特殊优势 其五 随着中国对外交往扩展 影响力的扩大 包括西方在内的各国民众 对中国越来越了解 观感也在逐渐改善 西方年轻人与中老年之间 对中国印象的差异 即反映出这种变化 中国形象的提升 对联合国牵制 也将起到越来越水到渠成的正面作用 分析人士还表示 联合国作为全球国际政治权力的中心 如果从美国迁往中国 将成为世界政治格局的一次历史性变化 或许也可是为中国复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对中国的益处不远自明 不过 这不是短期内就能出现的事情 美国的综合实力和超强地位 在未来二三十年里 都难以被实质性撼动 现下特朗普上台后的政策变化 可能也只是暂时的移动 联合国总部牵制在美国国内 也将遭到可以预见的抵制 尽管如此 随着时势的继续变化 中国成为另一个与美国并肩的大国 联合国总部牵制中国并非不可想象 北京欧上海当然 上海并非唯一选择 中国许多高度发达的现代都市 于联合国总部牵制而言 各有相对优劣之处 北京以及被寄予厚望 正在施工建设的雄安新区 都是有力的竞争者 其优势在于 中国地缘政治比较复杂 而北京及其周边 有着无可逼拟的安全保障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 这也可以是上海的优势 因为距离中国政治中心太近 可能会令别国产生 受到中国政治影响的担忧 归根结底 上海市的特殊 源自中国整体崛起 日益复兴的时代背景 也映射出中国国内诸多城市 城市而上 与美国 欧洲 日本等国家 和地区发达城市 争辉的景象